今天我要講兩件事情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在我看來 是台灣現在很多內政外交百費待舉當中 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高洪安的司法迫害案 第二個彭文正的司法迫害案 這兩件事情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 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不信待會我講給大家聽 好首先我要來談這件有趣的事情 真的很有趣 標題是獨家 高洪安財交保台北地監署 竟然升起了民進黨黨旗 畫面曝光 好這個是蘋果日報的獨家 這個記者呂志明 這裏這邊跟村莢是立法院 專門司法院專門放話的管道 我說過 這村莢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上次 他在電子報上面 就直指我是統促黨的下線 然後什麼中國的台商聯誼會給錢給統促黨 然後就統促黨轉給我 叫我來打蔡英文的論文 我真的覺得太好笑了 接下來我就很好奇想看看我的價碼是多少 我價碼是10萬塊 10萬塊 我的價碼只有10萬塊 我傷心難過了好久 那而且這個電子報我覺得那時候很有趣 他還把他 把畫線 你知道電子報還畫重點 用這個黃色筆把我的名字跟 我是同事長的下線 把它給畫下來 還怕大家看不到重點 這有趣 那好了 不以人費言了 那我們來看看 這則報道是怎麼說的 台北地檢署偵辦高洪安設乍領助理案 結果台北地檢署透過調查局北基組發動搜索 我約談高洪安凌晨5點中60萬交保 你看看 把一個國會議員漏頁偵訊到凌晨5點 這不是惡整人嗎 這樣子惡搞怎麼沒有人出來說幾句話呢 立法院長游錫坤在幹嘛呢 立法院反對黨的民進黨的 還有包括國民黨的跟民眾黨的黨團總召 你們在幹嘛呢 時代力量你們在幹嘛呢 我告訴你們下一個就是你 好 結果蘋果日報接受讀者的爆料 台北地檢署在頂樓升起了民進黨黨旗 噔噔噔噔噔噔好 民進黨就記者下午去實地採訪 發現北檢的頂樓原來飄揚中華民國國旗 現在被換成民進黨黨旗 各位你看看 可見這個黨旗飄了一段時間 真的是被徹底滲透了 監獲爆料記者去看還在那裡 好 那麼北檢在第一時間知道之後 把他撤下來 有人懷疑是北檢偵辦高雄安案 而認為是民進黨的打手惡搞 那究竟誰這麼做動機是什麼 北檢是在調閱監視畫面偵查當中 好了 講到這裡就有趣了 第一個他的動機是什麼 我想 當然跟高雄安一定有關嗎 一定是受不了了 覺得 累積了很多民進黨在司法上面當打手 的司法院 北檢 檢查署 已經把不滿的情緒到了極點 所以接下來重點是是誰幹的 首先我要跟大家講 北檢就開始撇清了 說這可能是外面的人進來尾隨 好我們來看看 蘋果日報是這樣說的 今天下午三四點 被換成民進黨的檔期 各位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正是台北地檢署開庭 一大堆庭在開的時候 各位到過台北地方法院 法院大樓或地檢署 你要進到裡面全部都要搜身 加上透過金屬探測儀 密不透風 當然 你可以說帶一面檔期是金屬探測器 探測不到的 所以他可以通過第一關 但是你要知道 台北地檢署的大樓 你走到頂之後你是上不去的 所以你是怎麼上到頂樓的 除非這個人是鎖匠 有點可能 不過 這個很有趣 他第二個我要問一個問題 民進黨黨旗要去哪裡買 我一時還想不起來 中華民國國旗 我想可能買得到 民進黨黨旗上網買得到嗎 這個我不敢說 民進黨中央黨部買得到嗎 這個我也不敢說 只是你熊熊問我說 要去買一面民進黨黨旗 要去哪裡買 跟MD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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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很有趣 台北地監署是連接法務部 跟司法院的司法大樓 台北地方法院 每層樓都有管制 如果這麼容易就進去的話 劉成武應該活不到今天 林邦良 黃偉應該活不到今天 所以他們是重重的保護 而且你知道法官宣判之後都走貓道 為什麼 因為見不得人 不敢走正面 他們要從後面退庭 為什麼 我管他叫做落跑 因為會被民眾追打 所以 地方法院也好 法務部也好 司法大廈也好 這些地方是法務部緊緊的 聯合在一起 他有地下的自己的通道 所以外人是怎麼進去的 還緊到頂樓了 我告訴各位 有一天總統府的頂樓 都會被掛上民進黨的檔期 信不信有你了 接下來大家看 我信不信 要信不信 知道你了 總統府會被掛上民進黨檔期 好 再來 也有人說 一般民眾是很難進去 不要說很難 我覺得是不可能 所以警方不排除是有人 尾隨署內人員上頂樓惡搞 各位 你覺得可能嗎 第一個 鼠內人員沒事跑到旗桿去幹嘛 第二個 尾隨 你是在演007嗎 你是在以為你是James Bond嗎 可以有人尾隨著 鼠內的人員可以走到頂樓去 這個也太好笑 所以這個是北檢在幹嘛 在撇清 這司法沒有辦法去檢討自己 不能反攻自行 設施民眾或者是內部人員 最深層的抗議 我想這個絕對是司法院 內部的人 不可能是外面民眾 因為外面民眾 我要告訴大家了 今天我把你放到司法院 內部或者法務部或者地檢署 台北電話法院司法大樓 你採摸樓 我跟你講 我最多最多到過三樓 再來往上我就不知道往哪走 所以 一看就知道是內部的人所為 好 有目擊者在說可能開玩笑 是不是覺得在諷刺民進黨 網友有很多的留言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值得大家去想 有人說 當然這幾種講法 我覺得都有可能 有的人說高洪安明明 按照民進黨的劇本走 他就是應該要收押 怎麼放掉 所以有人覺得糟糕了 長官交辦的事情沒有辦好 趕快表態效忠 到頂樓去升起民進黨黨旗 所以表示效忠 這種可能性大不大 我覺得不是很大 坦白講 但是也是一種可能性 說不定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 真的有人非常不爽 你民進黨 從 整個司法案件看過來 其實很早 包括 徐永明的案子 然後童仲彥的案子 潘淮宗也是被檢調搜索 我告訴各位 調查局聽檢察官的檢察官 聽法務部的法務部 聽總統司法院跟總統身邊的那一些 司法的惡官 那些所謂的躲在背後的部長 躲在背後的院長 所以 很多人這樣子一路看下來 到後來 到後來你看 我的案子 張靜的案子 童文勳的案子 到高鴻安的案子 這一連串 全部都是司法檢調幹的好事 我想大家累積不滿 已經累積很久了 好 我們看看北檢發什麼聲明 高鴻安等人涉嫌福報助理費案 都依照既定的步驟進行調查 你看到沒有 北檢檢察官現在誰林邦良好 林邦良接下來應該換你了 這北檢的SOP 講句廢話 依照規定步驟進行調查搜證 未受任何外力介入或干擾 予於當事人的政黨無關 你也扯的 你講的自己都不心虛 你去問問看全台灣的民眾 連民進黨的資深的黨工跟一些高層幹部 我們都有聯絡 他們都說民進黨這一次 手伸進去高鴻安伸得太難看 你知道這件裡面其實造成很多很多的 派系之間的敵對 第一個 高鴻安這個案子新竹是誰會在乎 民進黨黨內其他人根本不在乎 把人家那西北料 你新竹又不是我的地盤 這誰的地盤 柯建民的地盤 民進黨立法院裡面跟柯建民不對盤的人 多得很 各派系各懷鬼胎了 英系第一個看不了看不慣柯建民 早就想要把柯建民收掉收不掉 因為柯建民也掌握著英系 你們這些委員的一些 骯髒事 其他派系的鄭國會看得順眼 柯建民嗎 其他的派系什麼蘇系 謝系 假如還有的話 這些派系 他們看得慣嗎 新潮流看得慣嗎 所以民進黨是在 重惡虎之間 在做維持平衡 這一次新竹這樣子出手 讓民進黨對外界很難解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說不定別的派系要惡搞柯建民 也不是不可能 好我們再來看 北檢發這個聲明 只是讓大家笑 北檢什麼時候 按照既定的規定進行調查搜證 北檢什麼時候沒有政治力的干預跟介入 北檢什麼時候 與當事人的政黨無關 北檢什麼時候 進行理性的法律的辦案 什麼時候需要民眾給他一個空間 你的空間也太大了 你空間到海邊了 好我們再來看 今日民眾擅自到本署頂樓懸掛 掛旗幟的行為實不可取 我要告訴北檢 這掛旗幟的絕對不是民眾 絕對不是民眾 你去看看你們北檢裡面有多少人實在看不慣的 第二個我要告訴北檢的是 他今天掛的是旗幟已經非常理性了 改天掛的是人頭 我沒有開玩笑 我告訴你中南美洲 還有巴爾幹半島 還有在即便英國即便在愛爾蘭 愛爾蘭共和軍 即便是在阿拉伯世界 他們直接用什麼 直接用汽車炸彈把整個法院給炸掉 要不然就是把法官的頭掛在旗桿上 這回掛的不是民進黨黨旗 所以北檢如果你們這些司法人員還不知檢討的話 當你們把民眾逼瘋了 逼上街頭都沒有用的時候 你們去看看那些第三世界國家是怎麼樣 像對付那些惡劣的法官檢察官 當你會說像中南美洲那都是毒梟幹的 把法官的頭給懸在城門上 好像是古代的時候那種行刑法 皇帝要行刑那樣的 可是你各位不要忘了 那些腦袋會被懸在旗桿上的人 都是那些又拿又吃又抓 然後又不願意辦事 又惡整的那種人 你就會被那些毒梟 汽車炸彈 要不然就是人頭掛在旗桿上 所以我要說的是台灣的民眾 還算非常理性了 開這個小玩笑 只是給你民進黨一個警告 我希望民進黨還要中惡官們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人民的憤怒 從過去這兩三年來 一直累積 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即將要爆發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